老话说,金长一寸寿厌十年 所以说养金就是养命 今天崔医生分享一个无味药的名方帮你养好金 为什么养金这么重要呢? 我们身体当中关节处有金,肌肉里有金,韧带也是金 半月板也属于中医金的范畴 包括男性生殖这条中筋也属于金 如果金失所养,就会出现身体酸痛,麻木,关节僵硬,屈身不利 走路,骨关节咯咯咯响 那如何养金呢? 我们身体的金是越柔软越好,气血越充足越好 首先就是适量的运动是不可少的 其次就是养肝肾了 因为肝主筋肝肾又同源,养肝肾就是养金 那今天崔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养金的名方 清代名医陈士多的养金汤 原文是这样形容养金汤的 一记金少输,四记金大输,十记疼痛,酸麻之症,禁除 意思就是说一记下去,筋骨就稍微放松了 三记五记下去,筋骨就大大的舒展了 十记下去,酸麻疼痛之症全部去除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读一下养金汤 养金汤很简单,只有五味药 首先是加了白勺 白勺可以说很多养肝养金的方子里最常用的一味药 首先,白勺能够揉肝和血,使肝血充足 其次,白勺胃酸,酸味是主收敛 能够使体内的气血不那么容易耗散 从而起到养血的作用 甘筑筋,肝血充足了,筋有所养 腿脚不利,膝盖酸痛等症状就会缓解 然后加了炒酸枣仁 三岛人入心肝两精,心毒血脉,肝主藏血 三岛人养心肝,生气血,使得气血可以滋养全身 然后加了脉冬,脉冬肝寒,肝寒,滋阴 既能补心阴不足,又能清肺以致肝 肝主生发肺骨速降,肝生肺降则气血通畅 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然后加了熟地 熟地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血,易经填髓等作用 适用于血虚、肾阴虚及肝肾经血亏虚所致的各种症候 最后在一堆养阴药物中,加入一味温阳的药物 八几天,八几天有很好的温补肾阳的作用 也正是中医,阴中求阳的思路 中医上讲,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 则阴得阳生而全远不结 全方阴阳双补,补肾养心 脂肝抒筋,适用于全身的麻木疼痛 以及其他的肝肾不足之症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